粉丝群里有人让我讲一下Duplex和House价位比较 Duplex中文叫双拼 广东话叫妈屋 是移动建筑分为两家 中间共用一堵墙 在大汶地区 Duplex数量不多 目前20多个城市在市场上在售的只有280套 而在尔伯塔省的埃德姆顿一个城市 目前在售的Duplex就达到了364套 那么在大汶地区如果买Duplex都会买在哪里呢 成交量最大的是温哥华东区 之后是本拿比温西和宿里 其他的城市Duplex的数量就非常少了 下期我们详细分析一下Duplex的价格 点赞加关注买房不迷路 接着上期继续讲Duplex 以成交量最大的温东为例 最低价77万面积870尺 最高2048000面积2427尺 平均价131万9 平均面积1494尺 中间价129万5 平均尺价883尺 温东的独立房最低价819000 最高价330万 平均价168万 中间价1589000 根据以上数据 独立房和Duplex的平均价相差27.4% 但是因为Duplex多数是新房 或者是次新房 所以我们应该用比较新的独立房做比较 才公平 10年以内独立房的平均价234万1 与Duplex相比相差了77.4% 10年新的独立房平均面积是3281尺 每尺价格714 所以独立房更划算 我们在第164期和第165期节目 介绍了Duplex和独立房价格的差别 今天再讲讲Duplex和Townhouse之间的差别 其实Duplex是介于House和Townhouse之间的一个产品 一般Townhouse是4户以上连在一起 而Duplex是2户连在一起 跟Townhouse相比 Duplex没有管理费 房价稍高于Townhouse 但是远低于House Townhouse是一群人共同拥有一片土地 而Duplex所拥有的土地 不仅面积更大 更重要的是可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所以相对于Townhouse来说 Duplex有着很高的性价比 深受买家的喜爱 对于建筑商来说 盖两套Half Duplex 比盖两套独立房可以有更低的建筑成本 所以在一些城市 比如说阿尔伯塔的埃德蒙顿 在市场上有着大量的Duplex 远远超过大温哥华地区 那么为什么大温地区Duplex的数量这么少呢 下期讲 为什么大温地区Duplex的数量非常少呢 因为相对于加拿大其他城市 温哥华地区的房价比较贵 主要是土地的价钱比较贵 而很多城市的市政府对Duplex的土地面积 和宽度是有要求的 简单的说土地面积大 才有可能盖Duplex 而一个开发商如果拿到了一块地 是比较大的 他首先想到的能不能盖一个公寓 如果不能的话能不能盖Townhouse 或者拆分成两块地盖两个独立房 换句话说 开发商首先会追求利润最大化 所以很少会选择盖Duplex 那么在温东为什么有很多Duplex呢 其实以前温东Duplex也很少 直到最近两年 温哥华市政府对土地用途进行了更改 允许在小地上面建Duplex 于是才出现了大量的新的Duplex 他们的土地都很小 所以如果现在有一个土地面积很大的Duplex 出现在你的面前 而仅仅是Townhouse的价钱 你会立即拿下吗 杨书推荐房必定是好房 今天介绍的是一套位于列治文西菲尔小区的Duplex 三房两位1431尺 在2018年重新装修过 这块土地正面宽度40尺 深度120尺 总面积4800尺 房子的地址是3720Blendale Road 这条街上以前有很多同样的Duplex 但是这些年逐渐被开发商收购 改变土地性质 盖了很多独立房 比如这套独立房 在同一条街上 同样4800尺的土地 它的前身就是Duplex 被开发商收购以后盖成独立房了 现在较价229万8 而我推荐的这套Duplex 现在较价仅为99万9 拥有4800尺的土地 你可以算一笔账 假如盖一套全新的独立房 申请设计和建筑成本60万 那么总成本160万 用同一条街上229万8的新房做比较 这个利润是不是相当可观呢 如果是的话 这套Duplex 是不是应该立即拿下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